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前一天公布了三份民调 支持度都胜过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 不过现在却被爆料加权分数之前 其实柯P都是落后的一方 柯文哲今天上午在桃园出席活动时 他承诺他会公布加权办法 而民众党马上在下午也临时加开记者会 厘清外界的疑虑 请自承诺公布民调加权办法 全一位前一天柯文哲召开记者会 买个胜率最高 除非你故意要作弊 这很明显嘛 突然公布三份民调数字 支持度全都力压国民党侯友宜 如今却有清然媒体人公布数据 说其中趋势民调加权前 侯友宜还赢柯文哲4% 加权后却倒数8% 另一份求证民调状况相同 质疑柯文哲玩数字游戏 民调专家学者都说 加权以后误差的偏移更大 民调已经文宣化了 自我的催眠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来因质疑加权导致民调结果偏差 最主要的争议就是 背后加权的公式它没有跑出来 学者同样喊话应该公布加权公式 民众党9号临时召开记者会 厘清外界疑虑 原始调查的资料也不可能直接符合四个东西 台湾年龄的分布 第二个是性别还有户籍跟教育程度 去把原始的样本加权 符合上述我提到的这四项结构的比例 尤其前一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 民调应该要放柯侯配或侯和配 更拿棒球当比喻 说整个球队要有完整默契才能胜选 蓝白盒列车总统这节车厢至今未发车 如今毕竟雾点时刻 再也整合局面依旧扑朔迷离 接着我们讲林敏周 众侯报道